这边还有一个听取控制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播放 直接按住这个加号 直接 这边就有一个活动历史记录了 点击一下之后 就像Samsung的Flip一样 直接就可以拍了 Hello 大家好 见到我了 再见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iOS 17里面的藏得非常深的隐藏的功能 非常好用的隐藏的功能 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 最下面我马上来逼一逼 首先第一个就触及到了我们 非常深刻的哲学问题 本质性的问题 就是物质的本质 很多朋友都以为阿芬是个人 他其实不是 他最终终究还是一个电话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电话 之前我们点击编辑的时候 就真的只是编辑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再点击编辑的时候 不可以这次 联系人海报 这个联系人海报是我们自己的 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怎么编辑自己的联系人海报 我们就在这里面选择就可以 直接点击这里面 姓名和照片 直接点击继续 这次选取海报 照片 Jesus Christ 这是我矫正牙 每天要拍一张照片 但是坚持了那么十几天之后 就放弃了 太那么犯错了 Oh my God Jesus Christ 哇 我牙现在肯定比这个要齐很多 总之我们在这里面 就可以非常轻松的编辑 我们自己的联系人海报 这样之后 当我们跟其他的人 两个阿芬一见面 咚咚的一下 就可以交换我们的联系人海报了 另外我们在这里面 点击选择之后 就跟之前的操作说法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直接清除 或者是当个删除 都是可以的 说完阿芬 我们再来说一下爱马斯基 那正常这里面 我们想要发送照片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 正常我们就是可以点击这个加号 那在这里面 大家都知道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按住之后 是可以进行驼动的 我们经常用的东西 我们可以方便的调整 那这里面 我们想要发送照片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点击加号 然后再点击这个照片 然后在这里进行选择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直接按住这个加号 直接 Catch 怎么样 怎么样 非常快 非常的快速 直接选择 直接一发送就可以了 另外当我们发送语音的时候 这边音频 发完了之后 比如说音频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需要单独的存储 这时候我们点击 按住之后 这边就有一个存储至我们的语音备忘录 点击一下的 直接就存进去了 我们看一下 找到我们的语音备忘录 这个就是刚才录制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经常用的沙发雷了 正常我们打开一个网页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我们看一下关于特斯拉的新闻 西纳尔财经的 西纳尔比较好 我们来看一下 特斯拉连续两天大跌 大摩明星分析师警告 整个电池业都要警惕 我非常想读这篇文章 因为手里的股票已经跌的不行了 我马上要分析一下最新的形式 但是比如我正在开车 比如我正在做饭 我这个手机不能马上看到 但是我又想马上了解到相关的内容 该怎么办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点击左下角这边大小 之前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按住 直接进入阅读模式 那现在我们按住之后 这边又来一个非常殆劲的了 这边就有一个听取页面 点击阿克差一下子 稍微等一下的 这边就有了 特斯拉TSLAS 连续两天大跌大摩明星分析师警告 整个电车页都要警惕 然后我们再点击的话 这边还有一个听取控制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播放 暂停 向前跳 大跳 都可以 然后语速也可以进行调整 这里面我们可以选择1.5倍 正常是1倍 但是有点他们饿一下 看好特斯拉 太别 太别去了 特斯拉第三季度 电动汽车行业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听取文章的内容 然后我们点击下边的更多控制之后 这边又可以回到了 然后我们听取控制这里边 比如说我正在听取的时候 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安卓同样可以快速的进入我们的阅读模式 另外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下拉控制中心这边又有一个非常稀微的大咖 小的控制按钮 我们可以播放 对未来盈利能力和需 向前跳 大跳 向后跳 大跳 都是可以的 非常好待见 另外我们点击这边之后 竟然还可以调整它的整个进度大咖 它BB完是需要花4分钟时间 我们可以随意的来进行调整 关于它既然提到了控制中心 我们再来BB一下控制中心大咖 这边就是Apple非常变态的地方 Apple 你虽然这么变态 但是我非常喜欢 大咖 原来我们下拉之后这边 音量和这个屏幕亮度 我们怎么动 它就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我们这个雄星人类就需要有这种反馈的这种体验 但是我怎么动它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这就不符合人性啊 所以现在Apple非常通人性的 大家看啊 这边 哇 这个动画细节 真的我个人来讲非常喜欢 我激烈的一动 大咖 马上就有反应了 我们按住 在这里可以看得更加明显 哦 你看 没什么有用的这个动画 大家看 真的是非常不错 那下一个 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家庭应用 这次家庭应用 也有一些非常细微的 还是比较实用的变化的 这边大家看 我们进入我们的家庭应用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摄像头了 胸还正在看见是 Betty啊 Betty 总之在这里边啊 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三个点 然后进入家庭设置 安全与安保 Lukatis 这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活动历史记录了 还得看这个大记录 非常怀念大记录 在这里他们新增了 我们可以查看活动历史记录的这个功能 大家看最常可以选择一个月 我们可以最常看一个月的记录 或者选择关闭 那这样之后 可以怎么样 我们进入这个主界面之后 点击这个安全 安全之后 大家看这边就有一个活动历史记录了 点击一下之后 门口上的contact sensor 门开关的这个记录 我们可以在这边非常快速的进行查看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知道 今天这个隔壁的老王 或者是我们看一个人 他是不是宅男 我们看他这个历史记录就知道了 下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照片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照片 大家都知道 我们可以非常快速的这么一缩放 这边就有一个裁切了 我们点击一下之后 就可以非常快速进行裁切 不仅是这个照片 我们的视频 也可以非常方便的裁切 大家看这个是视频 我这么一缩放 非常方便的 直接也可以进行裁切 那这个比例 我们是可以进行设置的 比如说这个照片 我们放大之后 我们按住这个裁切 按住 短的一下 我们可以进行设置了 全屏幕比例 原始比例 宽屏幕 9比16正方形 大家看我是设置为了正方形 对于我刚才截图的时候 就是个正方形 我现在是9比16 所以它是一个竖的形状 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我们点击这个编辑之后 点击这个小B 点击它了之后 大家看 首先下面这些B 它这次新增了很多新的笔 钢笔 这是什么笔 总之大家可以活用一下子 比之前的要好用很多 这钢笔 另外一个 点击这个加号之后 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 添加贴纸 描述文本 签名 另外这里面形状 我们随便添加一个 添加了之后 我们可以调整它的颜色 放大缩小 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在这里 双击了 随便输入一点 感动我 另外我们双击 还可以调整它的格式了 粗体 斜体 下滑线 这都是可以的 另外编辑好的照片 我们现在点击分枪 这里面就有一个导出未修改的原片 就是刚才是修改的 我要导出没有修改过的原片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这个 就是存储到我云盘里面 就是下载 找到刚才这张图片 大卡 就是完全没有修改过的这样的原片 另外我们浏览网页的时候 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方便的直接截图 截图之后 这边有一个整页 点击完成之后 之前只能存储PDF到文件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存储到照片了 直接一存储 直接进入我们的照片 感动我 非常的感动 这一整页 一大页都可以 以照片形式 方便的存储进来 非常方便 说完照片 我们再来看一下电池 这里面有一个iPhone15系列独占的功能 我们进入通用 然后再看一下关于本集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生产日期了 2023年7月 15 Pro就已经被生产出来了 憋了两个月 藏了两个月 9月份初次使用 然后它的电池的循环次数也可以看到 所以现在大家在进行iPhone15系列 打手交易的时候 可以进入通知关于本集 然后再进入这里面 电池这边看一下它的循环次数 非常的好用 然后我们就再来看一下电池 电池健康与充电 这个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现在可以选择80%的上限 可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电池 另外一个在电池这边 看一下过去时间 大家看 我们可以看到 USB-C配件 它花的电量有多少 大家看 排第一号的是 BlackBandgeCam BMC 第二个就是USB-C配件 整个耗电量还是相当大的 用它来拍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的USB-C配件 它一共花了多少电 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好用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在这个主屏幕 我们进入Spotlight下滑之后 我们可以进行方便的设置 非常快速设置 在这里面只需要输入设置 但这里面就有一些快捷指令 静音模式 展开我们看一下 什么原材显示 全天候显示屏 低电量模式 飞行模式 外观 工作 这种蓝牙 经典反转 降低白点值 这些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 非常方便的进行操作 然后这个静音模式 大纲 开启了静音之后 在素质屏界面 这个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这上面我们是可以看到一个小铃铛的 但是我们进入设置 声音与触感 这里边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进行选择 在状态栏 显不显示 这个小铃铛 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选择 另外当我们使用iPhone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安住 就按错了 就说放到这了 我想要恢复 这时候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 现在我们可以在这个主屏幕 也是晃度我们的这个手机 点击这个撤销就可以 就恢复了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备忘录 在备忘录里面 比如说我们随便来输入一些内容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点击 这里面就有一个 全新的自动填充了 然后这边联系信息 电话号码什么的 我们不需要切出去 直接在这里面 点击这个联系信息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通讯录里面的 所有的人了 比如说随便一个 然后点击这个号码 这个号码就进来了 或者是我们再来一下 自动填充 扫描文本 随便扫一下 我们就可以直接插入这个文本 比如说扫一下这个Samsung Samsung直接就进来了 非常的快 慢一点 它让慢一点 咔嚓一下子 直接就选上了 OK 然后点击插入 直接就进来了 或者是我们自动填充 密码 FaceID 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 想要分享的我们的密码 都可以进行选择 另外刚才的 西纳尔的文章 我们粘贴进来 这里面 比如说我想强调一下 这部分内容 我们就可以进行选择 然后这里面就有一个 等宽样式 直接点击等宽样式 背景就变成灰不露突的了 看起来就非常的整洁 非常的专业 或者是乔纳斯 他说的这什么玩儿 虽然没什么有用 但是我们想强调一下子 这时候我们同样使用等宽样式 咔嚓一下子 整个文章 什么也没干 就感觉非常专业 这老板一看 马上就必须 把这个员工留下来 把我们留下 马上涨薪 涨工资 因为老板看着舒服了 不能对着他看 要不然我们就是老板了 另外当我们进行 FaceTime通话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我们现在可以进行 手势的操作了 我们下拉控制中心之后 这里面就有一个反应 我们把它给打开之后 我们在这个状态下 有非常多的手势 比如说两个 Double 然后一直手 或者是不可以 它一共有八种 还有这个耶 第四个 气球 两个耶 第六个 Hart 两个Joke 我记得是可以的 雷彻的效果 打开这个手势 不是蜘蛛侠那个 是Rock 最后一个 两个No Good 手势 下雨了 最后一个 真的是我珍藏了多年的 iOS iPhone的隐藏的功能 虽然不是iOS17独占的 咱们这个iOS16 15不知道我行不行 总之都可以使用 这个功能真的是 非常的神奇 我们正在看最新的新闻 在这个状态下 我想赶紧来一个自拍 这时候我们不需要切出去 也不需要 该怎么样 我们直接在这个屏幕的左上方 拉下我们的通知栏 打开 拉下这个通知栏之后 我们是可以调整它的位置的 比如说调到这个中间 调这个中间 我们再安住我们的相机 点击相机 我们同样也可以自拍 直接跟对方来一个自拍 咔嚓一下的 或者是在这个主界面 都是可以的 如之 就像Samsung的Flip一样 直接就可以拍了 太不太心 我那这些呢 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简单说完 让我们下一个视频 好了 真话 让我帅打开 好 那又是那个视频 所以呢 现在 这根部 你 算是 开 将 这 啊 We're moving on one step at a time To something